有时候跟那个爸爸好像吵架嘛 你夫妻离家一个阵子都没有见面 对 那时候就没有一起过年了 就是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当然自己也不是很懂事啦 然后跟爸爸有一些口交 那就离家出走这样子 那其实那两年其实心里很挣扎 因为毕竟 出走两年啊 对对对 就是其实心里很挣扎 因为毕竟两个父子相处就是几十年 那其实很清楚知道说 离开了彼此都会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又觉得说 好不容易已经离开家里 然后会希望说能够做点什么名堂 回去证明给爸爸看 然后又不希望说 哇就是心一软又回家去了这样 那那个时候就 不懂得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那那时候也不懂 其实能跟家人好好吃一顿饭是多么珍贵的 对 因为父子之间的感情 两个男人可能比较轻一点 对 母女可能没有办法撑两年啦 哎呀 有时候这个赖一下有没有 我们发一个图报报 马上就大家就好了 对啊 你们两个之间轻那么久 后来是怎么样和解的 你爸爸用什么方式 其实我爸其实一直会打电话给我啊 或是传简讯 但是我都是不接 然后简讯都是已读不回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他 其实心里很希望能够跟他再说说话 但是那时候很懦弱 然后也很恐惧 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关系这样 所以我都是选择逃避的这样 那我爸爸其实当然他一开始他也不能接受 所以他在简讯里面有时候语气都会很重啊 然后讲了很多很重的话 然后到后期他会这种有点 说你能不能回来接班啊 你能不能回来接我 我就爸爸真的累了 我真的年纪也大了 我已经老了你该回来什么的 他用了好多方法跟你沟通 对对对 用骂的不行用接班的 这有用吗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天啊爸我还年轻耶 我那时候才20岁 我就觉得 拜托我爸你才对不对壮年 对你还有 还有很多时间你可以继续努力 那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啊 我也有自己想要去完成的事业啊 我觉得能不能不要让我那么快回家 我也想要闯闯看嘛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我就觉得说 啊没关系啦 反正我爸还年轻 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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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直到13年那一年 2013年那一年 然后 我爸他那天突然传了一个简讯 那个简讯有别以往 嗯 就是羊羊傻傻写了一堆都没有 跟前面八百通都不一样 对对对 他就他只传了一个简讯 他就说 过年了 那是不是应该回来跟爸爸吃个饭 这个有中了 啊可恶 中了 哈哈哈哈 就说 好吧好像都已经讲成这样 再不回去好像也真的说不过去 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 其实那一封很简单 没有讲 没有像之前好像讲一大堆理由 完全没有 对他就是很平不直属于一段话 就是说过年了 是不是应该回来吃顿饭 这样陪爸爸吃顿饭 那是你怎么感觉的 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再不回去 我真的是大逆不道 对就是觉得 我觉得好像 其实心里真实的感觉是 我觉得好像 彼此那种剑拔弩张的关系没了 反而多了那一份真挚的情感 觉得好像 真的可以回去 也许 也许 也许不一样了 然后我心里也会期待那个改变 对 然后所以我就鼓起勇气 就说好 那今年就 就年夜翻 终于屈服了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 就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其实就是最后那一年 对啊 然后我回到家 然后爸爸就买了一些 就是人家煮好的这种年菜 然后就摆了一桌这样子 然后我就 感动 他还特别站在椅子上 想要拍全景 因为儿子回来了 这一桌一定要拍下来 对啊 然后 对 然后那天 那天就跟 就跟爸爸吃一顿饭 那其实 那是一顿很别扭的一顿饭 因为我们其实也 也 好久没有讲话了 好久没 对 然后开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 配着 你知道就是 那个过年节目嘛 只要看着电视节目 然后一边吃着饭 然后其实 也没有多聊些什么 不讲话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这样默默的吃 然后 或者是这样吗 看电视 然后配菜这样 一般都是这样子 比较尴尬 就是说什么 我们真的 太久没见了 对 就是那个太久 太久没见了 真的要讲好像也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真要说又好像是什么 又说不出口这样子 就到了尾声 然后我爸他就开口 他就说 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日子还过得去吧 那就是 有没有缺什么之类的 那 他真的很爱你 对 但是坦白讲 其实心里 心里很想跟他说 其实我 其实 其实并不好 对啊 我在外面其实某种村上 其实过得并不好 其实也好想回家 可是我 我也说不出口 我只是 跟他讲说 不会啊 我在外面都很好 好强 说好就是不好 对 就是工作都还行啦 也还算顺利啊 然后自己也 不缺钱啦 没事没事 为什么男人这么担心啊 这时候应该已经抱在一起哭了 没有 就说不出口 就给笑 就觉得 不会啦 都很好 都很好这样子 然后我爸也就 就默默不说话这样子 然后他想了想 他就 转身走进去房间门 嗯 他走进去他的房间 那 过了一下子 他出来 他手上就多了一个东西 他拿了一个红包 啊 对 然后他就说 东西也发压岁钱 对 永远都要的 对 然后他就说 来这个 爸爸给你 然后你就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你就省着电话这样 哇 然后说 爸爸不用啦 不会啦 就因为他那个很厚 你知道吗 红包 很厚这样 你比这样 这是巨款 这么厚 里面都是一百块的 都两千的 两千的 偷翻这样 没有就是看他就很厚这样 然后我就说 爸爸不用啦 不用不用 爸爸想你的时候 就放几张 放几张 放几张 对啊 放得这么厚 对那我爸就很坚持 他就说 没事啦 没事啦 你就 你就自己一个人 就省着电话这样子 然后那个 那个红包到现在 我都没有动它 就是那个红包我就收着 可是因为那一年 就 九月 我爸那时候就 得了癌症嘛 嗯 对啊 同一年 对就同一年 所以 那一次也是我跟我爸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吃年夜饭 幸好你有回去 幸好那个简讯有中 对啊 真的 真的信号有回去 嗯 对啊 不然就真的是 人生蛮大的一个遗憾